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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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下一时间 心里忽然涌上说不出的滋味 那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究竟是什么 他自己也未能说得清 只是还未来得及细细琢磨 一只手贼兮兮的手伸过来 戳了戳他的腰眼 袁姑娘 你看他 面色欲凝 乃是赌物私人的枝状 嘖嘖嘖 那手链定是某个姑娘送的 小白脸不知从哪凑过来 煞有介事的富耳低语 袁姑娘 陆兄虽好 但三心二意 不是什么托付终身的好归宿 你嫁过去 肯定是要受委屈 你不如看看我 在下虽不能舞 但有这条三寸不烂之蛇 平日里爱好广泛 无不良嗜好 最重要的是 对袁姑娘绝对是一心一意 惊吓 他嬉皮笑脸 说得自信满满 就拆脑门上贴个最佳夫婿人选 惊吓比夷地看他一眼 正欲还嘴 余光处却瞥见路易往他这边看过来 目光如芒在背 惊吓当下一梗 有些心虚 他怎忘了锦衣卫的不仅武功高强 而厉害甚佳 他朝着小白脸努嘴示意 可他浑然味觉 还当他脸抽筋 袁姑娘你脸怎么了 绝什么绝 方才在下所说 你得要放在心上 终身大事可要慎重选择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惊吓眼角难以抑制地抽动了一下 心里不免竖起了大拇指 敢当着陆阎王的面三番两次胡说八道 看来这小白脸不仅脸皮厚 还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前置 他猛地踩他一脚 警告道 别胡说 小白脸嗨嗨呦一声 捂着腿刀到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 就在惊吓准备再补一脚 给他来个双喜临门之时 一旁的层浮神色紧绷地问道 大人 您受伤了 他抬眼望去 看见了陆毅衣裳上星星点点的血迹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同样也是一身的血 想来是昨日为他接骨时 在衣上残留的血字 小伤 陆毅轻拂了抚袖子 淡淡道 先出去再说 陈毅的眼神仍是担忧 他盯着陆毅的右臂 皱眉道 大人 您伤势严重 不宜再动用内力 这坑离地面还有些距离 就让卑职带您上去吧 那感情好 还没等陆毅回答 小白脸呲牙咧嘴地凑过来 指了指他和自己 这位公子就带你们家大人上去 袁姑娘带在下上去 正正好 他话音刚落 便飞似地拉着金夏后退几步 理直气壮地 与他们画出了个楚河汉剑 金夏 这小白脸怎么跟小孩一样幼稚 不过 金夏周固四下 发现此地 除了自己和陈福 还具备些武力之外 剩下的 要么是身受重伤 要么是连把刀都提不动 陈福身为陆毅的下属 理应只管自己的顶头上司 如此分配道也是合情合理 他点点头 拱手赞同道 大人 卑职觉得这样 他本想说 卑职觉得 这样分配甚可 可说了一半 方才还站在眼前的陆毅 不知何时 已移不到自己身侧 金夏疑惑的眉头 还没得来得及皱 便被他毫不犹豫地揽了腰 紧接着 陆毅将绳子捞起来缠在手腕上 提气一搏 带着金夏 整个人腾空而起 剩下陈福和小白脸大眼瞪小眼 小白脸 陈福 你家大人 怎么这么不讲理 愣了好半上 小白脸才反应过来 气得差点跳脚 羞得对路大人无礼 虽嘴上这么说 可陈福也纳闷得很 他迟疑地看着眼前这个 骂骂咧咧 长相还颇为俊俏的少年 一时陷入了戴和不戴的两难中 可转念一想 虽不知此人是敌室友 但眼下 也只能先带出去再说 陈福深吸一口气 抱拳道 得罪了 跟着路易办事多年 陈福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些路易的冷力无情 他忽略了小白脸惊恐的神情 毫不留情地往他膝盖窝重重踹了一脚 还没等小白脸熬出口 他又像扛麻袋一样 把他往嘎吱窝底下一夹 脚下几个 须不见利异彩 终于重见天日 吹着清凉的风 惊吓得脑袋上还有些晕乎乎的 方才在坑底 他还没从你怎知我对他 无意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又对路易撇下层浮 却带自己出坑的神奇行径 摸不着头脑 他偷偷撇了 撇依旧没什么表情的路易 觉得他这几日的行为实在过于反常 他 莫不是受伤 脑子也烧得不清醒了 除此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合理的理由 就在惊吓犹豫着 要不要去探探他的额头时 在一旁若有所思了 有那么片刻的路易 盯着他缓缓道 这手链 哎呀呀呀呀 你 你轻点 小白脸骤然想起的这一嗓子 成功地打断了路易未说完的话 他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哀哀忧 直接被曾福林小鸡 似的丢到了惊吓的脚边 五体投地的给两人行了个大礼 这竹林中常年下雨 泥土湿润松软 小白脸的脸没摔坏 倒是吃了一嘴的泥 他颇为狼狈的从地上爬起来 转头就跟惊吓告状 袁姑娘 今日在下可算是开了眼界 素文锦衣卫 考核严密 想来不说文武双全 基本的素质是有的 可今日一见 其实也不过徒有武力 粗人一个罢了 他口中说的 明明是对曾福的不满 可惊吓怎么听 都觉得他在指桑骂槐 路易全程面无表情 好似全然没听见 曾福冷哼一声 头也不回地越过他 只管潮路易倒 大人 竹林深处的那座寺庙 已有人在查 那犯人也在遭遇候审 不如 我先带您和袁姑娘出竹林吧 他这话中 只提到了自家的大公子和金夏 全然没将小白脸放在眼里 路易点点头 示意他在前带路 金夏走了两步 发现小白脸没跟上来 他回头一看 见他捧着脸 倔强地在原地覆手而立地摆着造型 好似街头那争强好胜的斗鸡 让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横竖他救过自己 也不能丢下他不管 金夏走到他身旁 压低了声音 好心给他台阶下 锦衣卫本就不讲理 他们办案对待犯人粗鲁惯了 你别和层服一般见识 他说的这句话 虽只是为了安慰人 可也有几分真心话在里面 这锦衣卫有时候确实是不讲理了些 尚还记得 他与路易第一次见面 就被他强行抢走了手冲 才因此结下梁子 小白脸磨了一磨 顺破下驴地点了点头 袁姑娘说什么都好 说完 他大呼一口气 跟个没事人似的 继续死皮赖脸的跟在金夏后头 没心没肺 沉浮来时 谨慎的在沿路 做了充足的记号和准备 所以此时袁路返回 几乎没怎么拐冤网路 十分地省时省力 京城郊外 山色淡远 草色如烟 走出竹林 又越过村落 众人心情也愉悦起来 惊吓回首望那悠悠竹林 想起这几日的遭遇 有感而发道 就知道小爷命大 他大跨步地走着 不料撞上路易的后背 他揉了揉额头 看着他停下了脚步 大人 他转过身 目光越过他 看向了小白脸 若是我没记错 白公子并非京城人士 如今已无性命之忧 跟着我们 难道 不回杭州吗 此话显而易见 有种感人走的意思 惊吓愣了一瞬 才想起小白脸远自杭州而来 他忍不住 用手肘戳戳他 对 你说 你是杭州人士 怎会被人拐到京城这荒郊野岭 说来这实气人 听他提起这事 小白脸气不打一出来 你不知 此次来京城 我本是游山玩水 可谁知才到京城边界 便被强匪洗劫一空 我身无分文 只好沿路乞讨 本以为半途遇到个好心人 没想到 却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在下被迷晕之后 便被关了起来 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段坎坷的经历 惊吓同情地将他忘了一忘 又觉得像他这么叽叽歪歪的凡人 竟能在面具男的手下撑过来 实属祖坟貌清烟 而如今他人安然无恙 确实得回家烧上几株高香 能活着就是好事 大人说得不错 现在你赶紧回家吧 家人是该担心了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不能避免地想起了原尘事 想到了那个破旧却又温暖的家 此时他就想吃上一顿豆腐 再趴在睡了十几年的木板床上 美美地睡上一觉 小白脸张了张嘴 好像要说些什么 惊吓看他这欲言又止的模样 以为他会想些不着编辑的说辞 死赖着不走 不料此人竟意外地妥协了 他理了李一金 微微一笑 确实有理 那在下先回家 之后再来拜访 陈福 路易吩咐道 给白公子备好盘缠和车马 锦衣为办事想来速度 不消片刻 便已备好马车 小白脸也不客气 将层服递过来的钱袋子收到怀中 一拱手 多谢路兄 分别在即 惊吓拍拍他的肩膀 笑嘻嘻道 有空再来京城玩 到时候来六扇门找我 我带你吃喝玩乐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白脸垂眸一笑 眼中有流光闪过 他跨上马车 在摇摇晃晃的视野里 看着那个欠力的人影越来越小 白衣看了看着自己这一身狼狈的模样 嘴角不自觉地向上弯了弯 一定会 后会 有期